我和宋佑泽结婚五年 一次面不没见过 不知道 他还记得我吗 宋先生 我进来了 奶奶知道 五年前宋佑泽病重 为了得到宋家投资 你爸妈逼你嫁过去宠喜 是委屈你了 既然已经结婚了 你还是去见一面吧 离婚 还是好好过日子 总是要面谈的 奶奶 我 去吧 去吧孩子 听奶奶的话 去吧 去吧 这是喝醉了 不是说 他在国外养了五年的病 虚弱得好 怎么还有腹肌啊 突然觉得身体好热 为了庆祝你归国 妈敬你一杯 嗯 兄弟相料 五年前 你为了冲喜娶我 今天 你就当我的解药 没想到这病样子 体力这么好 只是在病床上躺了五年 也变坏了 十先生 难道 是错人了 啊 啊 啊 怎么说 也算我占人家便宜了 算是给你的补偿了 抱歉 昨天晚上 情况特殊 情况特殊 是我 利用了你 这对 一对好贵啊 这钉 算是 我给你的补偿了 算是 啊 哦 什么 啊 酒喝太多了 竟然都想不起 那个女人的灵 臭小子 到现在也不给我汇报汇报情况 什么情况 叶金朗啊 你的妻子 昨晚不是见面了吗 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 没见到 不成 宋总 你醒了 宋佑泽是我奶奶迷信 为了给我治病才改的名字 在国内 叫我实业 嗯 呃 您的妻子 您的妻子叶金兰 还需要再次帮您邀约吗 既然失约就不必再约了 本来就是一段利益交换的婚姻 我没时间陪她浪费 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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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见面怎么样呀 宋佳那小子 人怎么样 奶奶呀 这辈子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 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宿 奶奶 昨天晚上 出了一点意外 意外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见宋佑泽 刚才宋老夫人打电话过来 姓氏问罪 你把宋佳人都得罪了 我们业家的第二轮融资 该怎么办 融资 你们五年前 比我嫁给宋佳的那笔钱花完了吗 不是还有叶静婉 让她去啊 你 我们今晚可是叶家的真正的大小姐 她怎么可能嫁给那个病老鬼做老婆 倒是你 从小就报错 享受了二十多年 不属于你的荣华富贵 还不知道敢 说这些干什么 蓝蓝不就是昨晚有事耽误了吗 下次再约就好了 耽误 她能有什么事耽误 昨晚不知道爬到哪个野男人 黄身去了吧 妈 你忘了 五年前 她就不顾廉耻 抛去酒吧私婚 怀上了野男人的野种 还好那个野种生下来就死了 要不然啊 我们叶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够了 就算不是你们亲生的 好歹你们也养了她这么多年 说这些干什么 奶奶 蓝蓝 你不要伤心 你还有奶奶心疼你 没事的奶奶 我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专门来看您的 自从我改姓顾那一刻起 就已经不在乎他们了 妈 她昨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 又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私混去了 她就是个贱货 你用了什么卑劣的方法 你自己不知道吗 宋佑泽我不会再见 叶家的这笔烂账 我也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 暂时没有给你们清算 奶奶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妈 她要是真不去嫌那个冰样子 怎么办 我不想想跟那个冰样子做老婆 不用担心 她在国外挫了学 还得了抑郁症 根本没有工作 等她没钱了 自然会回来求我们 嗯 顾老师 欢迎您以特级顾问的身份 加入浩尔登幼儿园 请坐 顾老师 久仰大名啊 听说您在国外自学心理学 对儿童心理学 十分的了解啊 恰恰啊 这里有一个棘手的事情 需要您帮忙解决一下 嗯 麻烦您给十佳孩子 做一个心理疏导 劝导这个孩子 重新访回学校上学 我帮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给你报仇 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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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柯院长 您想让我做什么 就是麻烦你 给这个孩子 做个心理疏导 让他回来上学 十叶 昨晚那个男人野性时 这么少进入一个心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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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真是那个男人 这可太尴尬了 这个世界上 一定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肯定不会是一个人的 不会的 哎 你就是顾老师吧 快请进 啊 啊 楼上第二个房间就是少爷的书房 沈老师正在教少爷作画 平时不喜欢我们打扰 你就自己上去吧 真好看 要是我的孩子还在 也应该像他这样大了吧 妈 你就把孩子还给我吧 妈 把孩子还给我 死了 刚抱出来心跳就停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刚才还好好的 你骗我 妈 你不要瞒我 把孩子放给我 哎呀 死了好 这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 要来干什么 妈 不可能 走半天了 话也无话 说话也不答应 你想干什么 老娘化 想不是看在你是实业的孩子 我才懒得搭理你这个有妈生没妈养的小野主 好一个小野主 反了天了 今天我就替你那死了的妈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是谁 你是谁 你居然敢打我 宝宝怪 我替你出气 嗯 我打你怎么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这样的教学方式 怪不得欣然不想去幼儿园 你就是奥林顿的耻辱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教我做事 我是奥林顿特聘的儿童心理学顾问 郭金兰 原来是你 居然这么厉害 你少在这装腔做事的 你根本不知道 老师家的孩子到底有多难 又蠢又怪 你还不爱说话 这也难怪你妈把你生下来根本就不想要你 我就是个怪胎 我刚才已经录音了 曾经往后 你要是再敢这么对待学生 我就把这个录音传出去 让你被整个教育已经封杀 你给我等着 然然乖 坐 我们不要听那个坏女人乱说 你就是你 是欣然你自己 才不是什么怪胎 看来柯院长说的没错 这小孩真不好搞 我也想画画 我可以借你一支笔吗 嗯 谢谢啊 你看啊 她像不像刚才那个坏女人 嗯 游戏 那你也画一个 随便画什么都行 嗯 这不会是她思路中的妈妈吧 这一栏为什么是空的 唉 在海城 没有任何人知道 石兴然的母亲是谁 在石家 这件事千万不要听 这是石家的禁忌 妈妈 然然 你说什么 这个是 妈妈 师总 那对耳灵的主人已经找到了 就在奥林顿 我知道了 石总 少爷他画画了 这 怎么感觉少爷画了个乖乎啊 这个月奖金没了 唉 石总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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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总 今天沈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怎么了 是顾老师想坏你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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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沈老师今天气冲冲的走了 这幅画是顾老师带着小少爷一起画的 啊 让小少爷把牛奶喝了 唉 对了 明天 还是顾老师吧 是的 顾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然然总感觉很清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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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那晚那个男人吗 嗯 我 孙然 那个照片里的男人是你家亲戚吧 哎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我 爸 爸 那好吗 完蛋 你好 顾老师 我是然然的父亲 他没认出来吗 你好 石先生 我是奥林顿的儿童心理顾问 不知道老师怎么称呼 顾金兰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很好听 站在他面前压力好大 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欣然 你今天画得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细节需要完善 你明天来学校 老师陪你一起画好不好 好 石先生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先走了 吓死我了 幸好他没认出来我 我再来这个家 我就是狗 这么小概率的事情 居然能被我碰到 我得赶紧跑 顾老师 这人怎么阴魂不散 顾老师 请留步 石先生 还有什么事吗 然然的妈妈 从小都不在他身边 导致然然有一定的交流障碍 我一直忙于工作 对他越多疼疏忽 以后 还希望顾老师 可以来石家做他的家庭辅导 来石家做家庭辅导 这不等同一赛悬崖崩堤吗 可是 可是我确实很喜欢人 疯了吗 顾老师 要玩不要命了 石先生 不好意思啊 糟了 我得把二丁找回来 要是被发现肯定完蛋了 他还没认出我来 这下不答应也得答应 顾老师 可以回家之后再考虑 不用考虑了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 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听说顾老师 把石叶的儿子请回学校了 真的假的 谁知道啊 赚半天了 累死 我看他呀 就是在吹牛 笑来早来了 之前这么多的心理专家 都没能请来 他凭什么 这天也太热了 我装弄我了 顾老师 你说句实话 人到底来不来啊 顾老师 你再打个电话问一下 这么一直等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这俩父子 就是个大骗子 哎呀 欢迎石兴然小朋友 重返校园 说话 算话 谢谢你啊 然然 今天好好学习 好不好 好 谢谢 一个连真正大学文凭 都没有的垃圾 不知道靠的什么 像三男的手段 才达成的目的 是吗 我就用了半天 就做到了你这个尖子生 一个月都做不到的事 你是要好好反思一下 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利用石兴然 去接近石总 我劝你 趁早收起你那种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心 石总最讨厌别人利用他了 要是他知道你的真面目 你就离死不远 说起来 我那晚还真利用过他 这事一定不能跟他发现 否则以他的脾气 说不定 你会把我亲手吸血 哼 被我说中了吧 你就是想爬上石总的床 还打扮出一副 为人试表的样子 真生气 你这个耳钉 怎么 我洛大师的独家制作 价值三百万星海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 恐怕打工一辈子 都买不起吧 去查一下那个女人 那个耳钉 一模一样 您就是 这没耳钉的主人吧 石总邀请您 晚上去石家赴宴 石总邀您晚上 去石家赴宴 我 和石总共赴宴 是的 沈云小姐 好 我今天可以提前下班 下班后你就来接我吧 嗯 看来 看来他们一颤羊 坐着找到石 我得想办法 把掉在石家的星海 解惑 这人 他再也认不出我 顾老师 石总在庭院等你 没错 那天晚上 在石爷房间的人 是我 味道不对 什么 你 确定吗 当然 石爷不信的话 试一试 我就知道了 谁给你的胆子 爬上我的床 来人 把他的肚子剖开 我倒要看看 有没有怀孕 不 不 石爷我乱说的 对不起 我不感谢你 让他尝尝 欺骗我的下场 石爷太恐怖了 事不宜迟 我必须马上找到星海 要不然我的下场 就跟沈云一样了 沈老师 你趴在地上 干什么呢 你趴在地上做什么 我刚才 我刚才 我刚才感觉 都好晕啊 头晕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难道他跟那个神明 是一样的吗 但是为什么 我一点都不反感 你没事吧 石先生 我突然 我突然 感觉 全身没力气了 我真的好能受啊 刚才 不好意思啊 我看看孩子 顾老师 你 又晕倒了 不管了 我直接终死好了 石先生 我 顾老师 顾老师 醒醒 我带你去找医生 你 我 我好了 顾老师 顾老师身上 用的什么香水 怎么了 很好啊 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我 哎 羞死了 太丢了 我可是好吃啊 顾老师 我淋水吧 你可以做我的妈妈吗 你能做我妈妈吗 然然 不可以这样 然然 我不可以做你的妈妈 我是你的老师 你有你自己的妈妈 我是不是有些过了 看到然然这样 我好心疼 然然 你可以告诉老师 你为什么想让我 做你的妈妈呀 然然 沐老师 出去聊一下吧 沐老师 沐老师 然然她不懂事 刚才说的话 不要当着 放心吧 我不会的 不过 石先生 我能问一问 然然妈妈的情况吗 你替她做什么 石先生 作为然然的心理辅导老师 我应该全方面的了解孩子的情况 你应该知道什么该提 什么不该提 石先生 那是然然的妈妈 为什么不能提 石先生 然然有权利了解自己的妈妈 你让所有人都对此闭口不提 你这是在逃避吗 不许欺负顾老师 然然 你先去睡觉 明天还要参加太奶奶的寿宴 我不去 除非老师跟我一起去 然然 老师不能去 像石家这种家庭的晚宴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 老师不去 我不去 然然这还是第一次到尹参加晚宴 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顾老师 一起吧 我 按理来说 我应该拒绝 可是看到然然 我竟然说不出口 好吧 看来 只有之后再找机会 拿回星海了 怎么了 是不是在等顾老师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顾老师 你到了吗 我到了 你回头 妈妈 好漂亮 好漂亮啊 然然也很帅的 她是第一次听到 然然夸人 她倒是真的很喜欢她 石先生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既然顾老师已经到了 我就把然然托付给你 我先去找老太太处理点事 来 这次石老太太的宴会 我可是找了好多关系才上座的 一会儿 你可得好好表现 放心吧 妈 我暗恋了石叶很久 一定要让她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快走吧 妈 那是顾金兰 她怎么在这 死丫头 原来在这 我说你怎么有底气离开我们叶家 原来你是在外面帮上大款了你 姐姐 你怎么跑去给别人当后妈了呀 夏野忠 你爸爸是不是眼瞎呀 怎么连这种破鞋都捡 今天是石老太太的宴会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们吵 你们俩赶紧滚远点 姐姐 我没听错吧 石老太太的宴会 就你也配吗 就是 赶紧滚 免得让别人认出来 你曾经还是我们叶家人 走开小野种 小野种 你把我衣服弄脏了 怎么办 然然 你没事吧 你知道他是谁的孩子吗 你敢这么贵他 我管他是谁的孩子 不过一个小野种而已 我就推他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你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妈 什么时候又寒色了 石总 刚才我们是跟小朋友玩呢 小野虚 踩滑了 竟然没扶住 他就摔倒了 是这样吗 我 他们欺负顾老师 童年无忌 别当真 对 石爷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 他就是您孩子 难道不是我石家的孩子 就能随便欺负吗 这 这 妈 我们今天来参加 石老太太宴会的 这真是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取消他们的宴会资格 还有 和石氏集团的所有订单往来 石氏集团 石氏集团的集团遍布我们江城 这要是把我们拉入黑名单 我们夜市 那就有大麻烦了 快去 石爷 不要 我可是专程为了您来的 死丫头 你还笑得出来 要是我们夜间有个三长两短 你以为奶奶不受天脸吗 奶奶有心脏病 我们夜市要是没钱了 谁给他付医疗费 还不赶紧找石总 道歉 你付不起 我来付 我早就想把奶奶接过来了 你 好了 时间不早了 进去吧 不行 他们要向顾老师道歉 好好好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没听见 对不起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刚才不是还要抬手打人吗 哦 你刚才还说 哦 他刚说你眼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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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 是我永远不是太善 哦 离开这儿 守在我面前出现 哦 哎哟 妈 这不信来真是太可喝了 哎呀 放心 妈一定会收拾她的 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马上给我过来 石总 我还是先处理一下然然的伤口吧 石总 晚宴马上要开始了 没事的 石总 还有下次 哦 嗯 石总 第一次见面 我准备了薄理 麻烦您转交一下 没事 他不需要 礼物送不出去 会倒霉的 相信我 老太太一定会喜欢的 哦 然然 我们走吧 嗯 石总 老夫人还在等您呢 走吧 顾老师 你真的不能做我妈妈吗 抱歉啊 然然 顾老师不可以 嗯 为什么呀 因为然然有自己真正的妈妈呀 嗯 可是 我一直没有见过他 没关系 然然 就算顾老师 不做你真正的妈妈 但是顾老师 可以一直陪着你呀 真的吗 真的 那 我们拉钩 拉钩 上吊 一百年 不许变 嗯 顾小姐 石总请您过去一下 去哪儿 晚夜吗 然然 我们走吧 嗯 石总想让您一个人去 嗯 然然 老师去找爸爸 你在这里乖乖等我好不好 好 嗯 走吧 十月为什么要单独见我 难道我送的礼物 惹老夫人生气了 不应该啊 我送的可是全球仅有一条的 不如我海洋之星啊 到了 石总人呢 哪有什么石总 就我两个人 你要干什么 你干嘛真不懂了 还是装不懂了 你都是干你了 我告诉你 这里是石家的地盘 不是石家商业的老师 我要是怕你 你觉得不会来 你个臭丫子 死 我告诉你 石总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不用这个石家 现在就把视频发给他们 别怕 我在 石总 是这个圣男人勾引我的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也配 我告诉你 我哭进来 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女人 交给我吧 你先出去吧 说 谁派你来的 没没 没有人 石总 我错了 你原谅我一会 石总 别怕 我在 这还是除了奶奶以外 第一次有人站出来保护我 不许欺负顾老师 还有可爱的小人 在 石叶心里 我应该和 沈云那种女人 不一样吧 你想这个干什么呀 顾起来 你疯了 你还好吗 顾老师 他什么时候 真是什么时候了 刚才说了 他不会听见了吧 提着吧 谢谢石先生 那么危险来救我 要谢 就谢然然吧 是他跟我说 有个陌生男人 把你接走了 顾老师 觉得然然怎么样 同样的发型 同样的味道 难道顾老师 是另外的女人 然然很好啊 我很喜欢然然 怎么不见然然呢 然然然去陪老太太去了 对了 老太太说 她特别喜欢 你这么的项链 但是 这Blue的项链 不是一般人 能买得起的 顾老师 你们教师的工资 这么高吗 我跟Blue的创始人很熟 一条项链而已 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是吗 那你看看这个 熟悉吗 他怎么给我看这个 难道是我的身份 被发现了 那天晚上我 这只耳钉叫做星海 你不是和Blue的 创始人很熟吗 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下 这个星海的主人 原来是这样 那我冒昧地问一下 石先生 想找到这个星海的主人 干什么 因为 我还有比战和他算 我生平最讨厌两种人 一种是利用我的 另外一种 是不知天高地厚 想要借孩子上位的 这两种落在我的手里 都会死得很惨 时候不早了 先回去了 石先生 外套 石叶也太记仇了 我必须想办法 尽快拿回星海 那个 石先生 我们可以把家庭辅导提前吗 明天晚上开始 明晚 人人有空 人人希望顾老师 每天都来 好 那老师明天 送人人回家好不好 啊 瞧瞧啊 没想到石叶 这么年轻帅气呢 我看上的男人 那能差吗 等着吧 我迟早把石叶拿下 人人再见 顾老师再见 顾金兰 他怎么会跟石叶在一起 顾金兰 取巧 还真的是你顾金兰 你不是在国外治疗精神病吗 什么时候从病院逃出来了 顶说 你早就不是叶家大小姐了 你怎么会认识石叶 该不会 是个谁家能保姆吧 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你这贱人 该不会还想勾引石叶吧 五年前你未婚生子的肮脏事 老地在朋友圈传开了 怎么 如今还想讨好石总的儿子 以此攀附石家 就算靠着欣然 攀附石家 跟你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 我也没那个心思 取巧 你从前就嫉妒我比你有才华 比你好看 比你有钱 没想到 你现在还是这 酸鸡跳脚的样子 跟以前一模一样 你 你 说谁是酸鸡呢 瞧瞧别气 她早就不是当年的大小姐了 她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只能给石家当保姆 没错 你现在就是一个人 尽皆知的破血 精神病院的疯 在这装什么呢 懒得跟你们废话 顾进来 我劝你离石叶远点 不然 我让你好看 瞧瞧 这见女人也太嚣张了吧 这吧 我会让她知道 跟我抢石叶的下 好了 今天的家庭辅导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小朋友该睡觉了 然然 睡前把牛奶喝了 顾老师 今晚你和我 还有爸爸一起睡吧 然然 爸爸怎么能和老师一起睡 可是我幼儿园的同学都说 他们睡觉的时候 都是爸爸妈妈在两边 为什么然然不可以呢 然然 因为老师和爸爸不是夫妻 成年人只有夫妻 才能睡在一张床上 那老师和爸爸做夫妻 不就可以睡一张床了 然然 老师有没有教过你不可以乱说话 嗯 小小年纪 你就会这些啊 要是爸爸你努力 我也不会这样了 你爸在你眼里就这么差劲吗 那不然你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 还没有女朋友 害得我在幼儿园里面 都抬不举头 好啦 即使老师不做人人的妈妈 老师也会陪着你的 那老师给你讲事情故事 我们睡觉好不好 好 顾老师 麻烦你了 嗯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什么呢 我们讲一个聪明的小公鸡好不好 你不是已经穿上绿衣裳了吗 白云说完 又慢悠悠地飘走了 终于睡着了 刚好趁这个时间去找星海 妈妈 妈妈 晚安 小宝贝 臭小子 到底什么时候再去见叶家小姐 哪个叶家 还跟我装糊涂 你的妻子叶金兰啊 然然现在身体又好转 我得陪着她没事见 我听说 那个顾老师不是照顾的挺好的吗 应该多操心操心自己 顾老师 再说吧 顾老师 你 在找什么 我 我手机找不到了 我回书房找一下 嗯 原来手机在我兜里 既然手机找到了 那我就先回家了 顾老师 你到底在找什么 我 我真的在找我的手机 是吗 顾老师 好像很胖 没有 我这个人很好相处的 但前提是 我要有不该有的想法 嗯 人人很喜欢你 不要让他失望 我不会的 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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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马上打120 送我去我室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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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先生 要 再创头柜 哇 那 水 什么人刚还好好的 说什么也就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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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啊 啊 啊 其实好了 我去给你加双被子 啊 你这样干嘛 会被别人误会的 放开我 这是治疗后遗症 看我就好了 治疗后遗症 你怎么跟我那个 闭样子老公一个样子啊 算了 看在我把你当工具的份上 这次我就等你睡着了 我再走吧 睡吧 爸爸 我的玩具盒在哪儿 你 你 你为什么会在我中场 是谁昨天像个八爪鱼一样 包着我死皮赖脸不让我走 爸爸 我进来了 怎么了 我让然然看起来 爸爸 我的玩具盒在哪儿 在书房 爸爸 你不是说今天要送我去上学吗 怎么还不起床 师爷这混蛋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爸爸今天有点事 你让助理送你去吧 爸爸 你的被子怎么在动啊 你是不是藏了什么玩具 然然要看 然然 你不是一直想说要个新妈妈吗 爸爸下周就给你带一个妈妈回来 真的吗 像顾老师那样的吗 对 像顾老师那样 好 那然然去上学了 然然好开心呢 然然要有新妈妈了 憋死我了 那个 昨晚的事 是个意外 没事 这次你利用我 我们算是扯平了 扯平 师爷这臭小子呢 还在楼上 老夫人 你找石总有事吗 翅膀硬了 三番五次挂我电话 我今天要亲自问问 她到底什么时候 把孙媳妇给我带来 你刚才说的扯平 是什么意思啊 我 你们在干什么 说吧 你是什么时候跟顾老师 在一起的 奶奶你误会了 我跟她真的没有 都亲上了 还说没有 小爷啊 我们石家可不幸出轨啊 要是喜欢上了别人 就好好跟那边离婚 再给一些补偿 什么 原来你结婚了 我真感谢 我居然说 一个有父之父 那个 奶奶 我对天发誓 我现在 以后 未来 跟石先生都没有任何关系 真的 真的 我顾金兰 绝对不会做破坏别人婚姻的小三 之前 之前那一晚 我也不是故意的 之前 您就全当是我的做 我 我以后会对石先生 保持距离的 原来是这样 误会你了 小爷啊 你现在就给孙希布打电话 他约时间见面 你再不接触一下 我看你都要忘了 你已经结婚了 那我就先走了 小爷 知道了 我现在 就用私人号码 给叶家大小姐打电话 喂 喂 你奶奶心脏病犯了 你这个死丫头还不滚回来 什么 喂 怎么了 我奶奶心脏病犯了 我得赶紧去趟医院 我送你过去 不用了 奶奶呢 我奶奶呢 奶奶好得很 倒是夜市 快被你整垮了 我能用这一招 你才可以回来 你这个不孝于 你们居然用奶奶的安慰 别来骗我 都怪你 在石总面前 煽风点火 还得夜市丢失了一笔 巨额订单 我们资金链都快要断了 还不赶快去找你那个病样子老公 要钱回来周转 你们叶家的事情 关我姓顾的什么事 我说过了 想要钱 让他去啊 结婚证上登记的是你 又不是我 反正你都嫁过去了 要点钱不就摔手了 叶家养了你这么多年 是条狗都知道报案 而你呢 忘了四季 简直就是个白眼 总之 你这次不帮叶家渡过难关 休想再见到你奶奶 好 我答应你们 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地找死 我成全你了 喂 小姐 我是宋佑泽 下周有空一起吃顿饭吗 可以啊 刚好 商量一下离婚的事情 什么 我们的结婚本来就是一场交易 难道宋先生不想早点结束吗 我尊重叶小姐的意思 你交给我冲喜 与我们宋家有恩 离婚什么条件 尽管 我的条件是 撤回所有投资 永远不和叶氏合作 好 没问题 那剩下的我们见面相谈 怎么样 约好见面时间了吗 约好了 下周见 原来真是懂事了 等到叶家渡过难关 你就搬回来住 不必了 没有了宋佑的指示 夜市集团很快就会变成的那些 到时 江城哪还有什么叶家 离婚 叶小姐真这么说 还要和我们家 老死不相往来 没错 肯定是婚后这么久没见面 她生气了 终究是我们家对不起叶家 到时候好好挽留下人家 就算是离婚 也得体体面面的 放心吧 奶奶 我会好好捕着她的 然然 今天晚上老师有约 就不去家里 给你做家庭辅导了 有约 和谁 在哪 石先生 我好像没有义务 给你汇报我的行程吧 作为学生家长 还是有必要指导 老师请假的原因吧 爸爸 你这样追女孩子 也太追男了 我被老师讨厌呢 我才没有追她 知道吗 石先生 您今晚不是也约了 您的妻子吗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来了哪儿 咱们要多笑一笑 男人哪 都喜欢爱笑的女孩 知道了 还有 要多拍几张照片 给奶奶看看 臭男人 咱可不要 好 还有 知道了奶奶 奶奶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要是奶奶知道 我去离婚 肯定会难过的 这个事 我还得想想办法 附近兰 我要他死 明白了吗 没问题 没问题 一周内团成任务 不尽了 天堂有路 你不走 非得赖在十夜身边 这一切 就用你的命来偿还吧 石总 需要帮你打电话 催催叶小姐吗 没事 再等吧 喂 您是顾敬兰 女士的老公吗 什么 顾女士出了车祸 请您尽快 到中心医院一趟 我 顾老师出车祸了 我要不要去趟医院 石总 您之前不是说 顾女士想借着 少爷上威吗 这次专门挑着您 和夫人见面的时候出事 肯定也不怀好意 可是 那护士为什么会把我 当成他老公 肯定是顾与打错备注 为的就是让护士 能够联系到你 况且 如果顾女士 真的出车祸了 他家人也会去看他的 也是啊 我和他非亲非故 他不过是 然然的老师而已 但 但是然然又很喜欢他 所以 他不能有事 取消见面 下次再愿 老夫人说了 你们今晚必须见面 否则他肯定会生气的 石总 你就是顾锦来老公吧 一会把肺交了 他没什么大碍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目前正在昏迷当中 只要今晚能醒过来 就没什么大问题 出了这么大的事 都没有见人来看望他 石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就要问你自己了 也不知道你手机 给我备注了什么 亲密的声音 让医生 把我误会成你老公 这个备注 也不会很亲密吧 不过被护士 误会也正常 你今天 不是和妻子约了吃饭 怎么过来了 临时有事取消了 我又正好顺路路过这里 就先来看一看 你可不要多想啊 今天晚上 谢谢石先生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听医生说 为了看你是否有留下 车祸后遗症 建议你今天晚上 还是要找一个人 看着你 如果你要求的话 我 多当时可以勉强 石总 庸人说 今晚打扫卫生的时候 在书房 捡到一枚女士耳钉 找到个耳钉 就给我打电话 我看你最近是闲的 要不去南非挖挖矿 阿爷 不是 关键是这耳钉 很有可能是顾老师的呀 那就放家里 下次他过来 直接给他不就好了 不是 不是你说找到星海 第一时间通知你吗 你睡吧 今晚我就在这 你可不要自作得情啊 我只是不希望 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师 一年早逝 坏人都说 十月沙发果断 手段很烂 没想到他也有 这么温暖的一面 你赶紧睡吧 仅限这一晚 过了今天晚上 你休想再得寸进去 睡觉 还是个死傲娇 你昨晚没和叶家大小姐碰面 还彻夜未归 你哪里鬼混了 顾老师身病了 我在医院呢 我不管 你赶紧去给叶小姐 赔礼道歉 要是人家不原谅你 你也别想再进十家大门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联系他啊 您注意身体 叶小姐 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 我没有服务 没事 我昨天晚上 也去了趟医院 什么 你也在中心医院 那辆车 好像是故意在那儿 等着我经过 要不是我及时 调转方向盘 现在恐怕凶多吉少 在调查清楚之前 还是先不要告诉别人了 只是一点小问题而已 我已经回家了 这样啊 叶小姐 我现在还有点事 等你病好了 我们再约见面吧 好 柯校长 您怎么来了 你可是厚林顿的财柱子 你出了事 我怎么能不来看你 不好意思啊 医生说 我还是最好 在医院住几天 需要请几天假 你呢 先好好休息 休息好了再说 你说你 这么年轻漂亮 怎么不找个男人 来照顾你 你看 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没人在你身边 嘘寒问负 来 吃个橘子补充一下营养 柯院长 其实 我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那个 医生说 你病还没好的话 最好不要吃橘子 没事 可以吃 适当就行 石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也是来看 顾老师的 我顺路 既然你都醒了 我先回去了 那个 昨天晚上 谢谢施先生 施总 您回来了 您看看这个 爸爸 听说顾老师生病了 你的顾老师没事 他 在留院观察几天就好了 那我想他了 那我们明天去看顾老师吧 是 然然想他了 那爸爸就陪你一起去 走 施总 施总 我看 是你自己想去吧 今天可以去看顾老师了 中心医院 对了 去之前 先去讨话店 顾老师 然然来看你了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是然然非要买的 这话不行想 丢了吧 是 你不是喜欢这橘子吗 我买的 是 我还没吃饭 爸爸 老师手痛痛 你喂他吃吧 爸爸 你说人与人之间要互帮互助 老师生病了 你为什么不肯帮他呢 好 我来喂 其实你不用 就当给孩子做个榜样 好吧 听说顾老师出了车祸 也不知道伤得怎么样 待会儿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说不定是为了偷懒找的借口 石总不是结婚了吗 难道顾金兰是他的情人 算了 我们还是别去慰问他了 免得惹祸上身 走走走走走 你这个戒人 居然勾搭上石总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自己来吧 在这儿 病人家属 这边有新的脚费项目 我去 我去就好 顾老师 不是说 要好好照顾生病的人吗 你安心养病 其他的有我和爸爸 谢谢你啊 然然 你已经完全康复了 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你看他 像不像网上那个 供应学生家长的老师 对对对 就是他 长得就像 狐狸精的模样 还为人事表 真是臭病 就是就是 这些媒体真是吃把衬的 把这些新闻给我指向了 石老夫人 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如果您不好好处理 和顾老师的关系 恐怕 我没有什么好处理的 看那天在医院 有没有勾引 我都不知道 您之前 不是这么说的 就算是他勾引了我 那也是我默许 看来石总 真的被那老师给迷住了 石总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三 二 石总 这是仆人 前两天打扫卫生 在书房找到的心海 据说 全球只有这一队 最近书房除了仆人 只有顾老师去过 刚那天要找的是星河 他就是这队尔丁的主人 这是谁在背后乱传 顾京兰 麻烦你现在立刻来试驾 我有话要问你 完了 他肯定也看见新闻了 原来 那管是了我的女人 是你呢 一边处心积虑的接近 一边看着我像傻子一样四处吵 顾京兰 我还真是想瞧你 石先生 石先生 这么晚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是因为让搜上新闻的事情吗 很抱歉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 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您需要的话 一样的香 一样的发心 为什么之前我就没人出来 顾老师 你的副业是做演员吗 石先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是清理学专家吗 你猜 看起来也不是因为热搜上的事情生气啊 难道说 你今天没吃药 什么 生病了就得按时吃药 虽然你现在还年轻 但是身体很重要 不然就会像那天晚上一样 我和顾老师可共度了不止一个晚上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晚 他这么说 难道是发现了 不管了 只要我咬死不承认 他就不能拿我走 就是你生病身体变冷那天 非要把我当被子 结果第二天又翻脸不认人 你不会忘了吧 我当然不会忘 就是不知道顾老师 有没有忘了这个 星海 怎么会在你这儿 星海 为什么在你这儿 难道不应该是你向我解释一下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石家吗 睡了 还想跑 还想跑 顾老师 你们老师的责任感 可不能这么低啊 你要负责 那天晚上是个意外 再说了 再说了 我是睡了你 你不也睡了我吗 我还给你补偿了呢 给我补偿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 你要是觉得少的话 我还能再给你加点吗 你 算了 反正事情都发生了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你可以原谅我 我什么 做然然的后妈妈 什么 反正你也 暗中靠近我这么久 而且然然还这么喜欢你 要不 你就当她妈妈吧 什么 我可以 离婚 然后和你结婚 和我结婚 你疯了吧 你离了我还没离呢 你说什么 我说我结婚了 是 我是挺喜欢然然的 但我对你 没兴趣 我倒是不知道顾老师原来 还有个老公啊 你是特意把你老公藏起来了吗 我跟我老公 比较低调 私底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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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那我也希望石先生 以后恪守难得 和您的妻子幸福美满 春梅星海 我就送给你 一对的价值 会更高 这个女生结了婚 公益 师总 您不也结婚了吗 怎么 你也觉得我没有 可守难得 我的意思是 有可能 顾老师 她的婚姻 和您一样 怎么 反悔了 之前我在医院 你帮我垫付的医药费 我现在转给你 不用了 就当是之前那个晚上 我补偿给你 怎么 顾老师 不是很喜欢补偿别人吗 怎么现在不愿意接受 别人对你的补偿 难道在你心里 也觉得补偿这两个字 很羞辱的人是吗 羞辱倒没有 我给你的星海 价值三百万 我的医药费 也不超过三万 没想到 石先生 还真是 小气 给然然换个家庭辅导老师 再也不想补偿这个女圈 是 爸爸 顾老师呢 顾老师家里有事 以后 都不会来我们家了 但是呢 爸爸给你找了个新老师 你说我要给我找个新妈妈的 现在连顾老师都被你弄丢了 我恨你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你个坏爸爸 所以 人 你们听说了吗 石爷把顾金蓝辞退了 肯定是他工与石爷失败 被石家扫地出局 抱歉顾老师 从今以后 你不用再去石家上课了 这是你的课时结算清单 不就是睡了他一晚 睡这么小气 没关系 我可以接受其他工作安排 还安排 你和石爷的照片在网上传得人尽皆知的 董事会是绝不允许你这种勾搭学生家长的劣质教师继续在这里 恭喜你被开除 抱歉 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如果奥尔顿空有国内顶级幼儿园的名号 却听信谣言 是非不分 那这里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还嘴静 谁不知道你想攀附豪门啊 却投机不成十八米 我看你啊 马上就要被整个教育界封杀重名流走街头了 我攀附豪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像狗一样被丢出石家的人 好像是你吧 不是吧 沈云都倒贴到石叶家里去了 我就说他平时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肯定没安好心 你们这些强走走 还不去工作 顾金兰 从今往后 你休想再踏进奥尔顿一步 站住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医院对他薛寒问呢 你就是对这个狐狸精上头了吗 前脚勾搭石叶 后脚勾搭我老公 你这个见了男人走不动道 老娘今天就让你身败名利 你这种心手不正品行不端的烂户 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当小孩老师 此对你这是便宜了 我要让全行业都封杀你 公开你这种业内毒瘤 我本来也没打算留在这 网上的谣言 我不认 我不会陪奥林队一分钱 小少爷爱去的地方都找 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跟我走 你这贱人还挺傲的 去 把这小三的衣服够扒了 拍下照 发到网上去 让全国人民看看 这贱货到底长什么样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样的行为是违反的 你们要敢动手 就等着说律师函吧 还律师函 要告也是我们先告你这个狐狸精吧 好了 叫你发丧了 叫你勾语人 叫你救这十业不放 这就是你的下筝 住手 你怎么来了 人人一大早就不见了 他不在幼儿园吗 怎么会这样 欣然没有来幼儿园 顾金兰不是被石家赶出去了 十业怎么还护着他 就是 或者他又怎么样 别仗着你实在有钱 就可以胡作非为 办弄是非 这么多学生家长看着呢 你顾金兰今天要是不赔违约金 就别想走出这个门 造谣声势是需要负法律责任 至于你 我的律师团队已经开始取证了 你是自己自首 还是打算老体坐船 损害我们十业的生命 近日活得不耐烦了 十业我错了 对不起 十业 我不该造谣他 我再也不敢了 放过我吧 原来是你这个贱人 在引导我们 在这儿污蔑吼人 怪不得总用我们过来闹事 感情是拿我们当枪使呢 你这种人才应该不配为人师表 滚出啊 林队 滚出去 不是 十业 这我也是谣言的受害者 你可不能 作为校长 不好好管理自己学校职工 作为校长 夫人巨重 殴打他人 污蔑人民教师的形象 从今天起 滚出江城 我看 就不用再叫你解祸害他人 十业 十业 等等 等等 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 我跟你一起去找然然吧 然然丢之前 发生什么事了 我昨天跟他说 要换家庭老师 然然听了之后 翻译很激烈 留下这幅画 追出去了 我知道了 你们去把沙路边监控 我们分开行动 要是然然丢了 我饶不了你 妈妈 这里没有你的妈妈 这小孩怎么看起来 脏兮兮的 不知道 可能是家人不要的气海 把他带到警务室报警吧 我才不是没有妈的孩子 我是有妈妈的 小动仔子你别跑 妈妈你在哪儿 妈妈 妈妈 你终于来了 闪闪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 因为爸爸说 我再也不会见到顾老师了 我只要瞒着爸爸 才能出来找你 可是你这样爸爸会担心的 而且街上有很多坏人 都是专门管小孩的 你不害怕吗 只要能再见到顾老师 然然什么都不怕 不过 刚才偷偷叫你妈妈 顾老师 你不会挂我吧 老师不会 要是然然 要是然然真的是我的孩子 该多好 然然 然然你怎么了 然然 然然 蒙古过敏你不知道吗 赶紧去医院 来 然然跟我一样 蒙古过敏 你们这些做父母的 小孩不刚好 连过敏缘都记不住 真是不称职 然然 对不起啊 老师不知道 我知道这里面有芒果 可是 这个蛋糕是顾老师买的 我怕这次不吃 就再也吃不到了 然然乖 老师不会走的 我们先睡觉好不好 好 怎么会这么巧 她手肘内部 有和我一模一样的哄志 我查清楚了 五年前 你孩子出生了一年 你愿没有她的死过 可活迹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孩子还活着 今晚 谢谢你帮我找到然然 之前辞退你的事情 是我考虑不周 我想问一下 然然妈妈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问这干什么 难道 她又回心转意了 你跟欣然妈妈 到底怎么认识的 你都已经结婚了 还来问我的过去 你不怕被你老公知道吗 我那个老公 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什么 实验 你个混账 居然和顾老师吵架 把我的重孙给弄丢了 可难 然然已经找到了 是顾老师帮忙找到的 非婚也已经做了沉浸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要是传到叶家耳朵里 我们实验的名声就毁了 你立马给我滚回来 好好解决这件事 我先回家有点事 然然就交给你个助理了 然然的妈妈 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吗 事件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和顾老师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顾京兰她已经结婚了 什么 你居然还是单脸 你是不是忘了 你已婚的身份了 简直要气死我呀 奶奶 好了好了 这当初和叶家的联姻 本来就是交易 要我看 干脆把这婚姻取消了吧 你不会打算离了婚 去追顾老师吧 这不管有没有顾京兰 我都对那个叶家大小姐 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连我面都没见过 肯定也是没什么想法 奶奶 这婚我是离定了 你就支持我吧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也不想再劝你了 你给我好好准备一份退婚补偿 叶家那边 我亲自去说 我依稀听到 石总提过说 小少爷的母亲 是个很不负责任的渣女 生出了小少爷之后 却只想着卖了换钱 然然的身世 居然这么可怜 所以石总才不愿意 在小少爷面前提起来 看来然然不是我的孩子 不过知道我的孩子还活着 最后一天我能找到他 呃 但自从石总结婚之后 他身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女人 顾老师 你是个例外 然然这便交给你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我 不是在帮我老大说好话吗 顾老师怎么走了 炫个吉日 邀请叶家大小姐 上石家赴宴 我亲自和她谈谈 解除婚约的事 好的 什么 石家邀请我去赴宴 对 石老夫人亲自点名 邀请叶家大小姐 肯定啊 是看上我们今晚了 这次啊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说不定啊 能嫁进石家 做石太太 妈 你放心 石宴最后肯定是我的 不过咱们第一次去可不能空手 我们呀 得准备一份后礼 网上都在传 你和石家小帅也关系亲近 生死亲母 真的假的 没水都刮别乱吃 小心窜息了 不然你查的东西呢 车祸肇事者 是一名混事会的马仔 不久前 和你的一位老水人 打过交道 许巧 是他 我不就是在宴会上 拆穿了他的假货 他就要置我于死地 需要我帮你把他 区区一个许巧 我自己能解决 话说 你和石家小少爷 到底怎么回事 长得也挺像的 而且好像年龄也差不多 该不会 他就是你找的 亲生儿子吧 你找不露的设计师 预定一套剧板首饰吧 就当做是跟叶家大小姐的 一点灵魂补偿 知道啊 奶奶 我现在已经打听到 不露大师现在在哪 我这就找他 去定制 我问过石叶助理 我不是石兴然的妈妈 我让你查的东西 你继续查 最好能把当年医院 所有的监控路线 调出来 这工作量可有点大呀 不过包在我身上 不过话说 你那老公 真被你冲洗冲冲的 真不容易啊 家人没事 这婚还离吗 离呀 我们俩现在就在商量 离婚条款 我唯一的条件 就是让叶家倾家荡产 等这事完了 我会也离了 到时候 我就找八个男模 庆祝庆祝 到时候 我就找八个男模 庆祝庆祝 男模 还八个 顾老师的夜生活 这么丰富多彩 你老公知道吗 石总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怎么没见你的妻子 陪你来 我来找不露大师 定制首诗 我是大师的助理 请问你要定一套 什么样的首饰 送给我老婆的 价格不是问题 这肥单 记不记得 石总一致千金 为妻子预定首饰 还真是专情啊 你想定什么样子的 顾老师喜欢什么样 我就定什么样 给老婆定别的女人 喜欢的珠宝 你可真会玩 大师说了 她最近没矿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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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金兰 你怎么还没死 许强 那说明 你找的人 不行了 要不 我替你找一个 居然被你发现了 不过 下一次 你闭死我命 大家好歹同学异常 你就这么恨我 要置我于死地吗 你不仅还取家损失巨大 还跟我抢实验 你就该死 再说 我不是恨你 是恶心你 表面上装的清高 私底下却比谁都昂藏 你想不想知道 大家都是在背后 怎么议论你那个野种吧 你什么意思啊 全校谁不知道 你五年前生了个小孩 你还装呢 我们连他被你扔在了哪儿 都一清二楚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你想知道 把这瓶九十九度的烈酒干了 我就告诉你 当年你的孩子 被扔在了哪儿 他肯定没安好心 但是这是麦特的场子 令他也不敢做什么 好 我答应你 好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大家都说 在医院的厕所里 看见永南啊 把你的孩子丢进了马桶里 淹死了 所以啊 这每到晚上的时候啊 那层楼的厕所 都会传来婴儿的哭声 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的孩子 已经变成了厉鬼 阴魂不散 永世不得超生 我要杀了你 顾静兰 石爷 你可来了 你看他 就是一个疯子 刚才还想用酒瓶砸我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的话 眼睛正看着你被欺负吗 要打他喊人就是了 你何必精自动手 石爷 你们 你可千万别被这个狐狸精的外表给迷惑了 他可是出了名的放的 真的 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知道 他六年前和一个男人在酒吧私婚 还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知道 他六年前和一个男人在酒吧私婚 还生了一个孩子 你居然敢打我 我说的可是实话 你就是有一个 我让你继续说 你再敢打我 你就想怎样 我刚才已经把你说的话都录音了 你买凶杀人 制造车祸 这些所有的东西够派你谋杀未遂 这几单车祸是你安排的 来人 把他给我压下去 至少怕他喝十年 石爷 我错了 石爷 我错了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不 我不要你这个渣男送我回家 好好 那你打电话给你老公 让他过来接你 打就打 喂 老公吗 我不退了 你快来接我 你怎么不说话 喂 八月十二点 让你一个人遭遇过酒 这老公不要也罢 这老公不要也罢 嗯 嗯 嗯 啊 啊 啊 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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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你这车是钢铁做的 疼死我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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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一次我就是睡了你一次不行 我让你也睡我一次 那你还是真是大法 是 不行不行 你有老婆 你别说我老公 你别对我特快送抱 不进来你是想玩死我 起开老娘困了 别打扰我睡前 什么东西 把你手拿走 给我安分点别乱当 你弄走我 师总 你这是把顾老师抢回家了 什么抢回家 喝醉了没看见啊 你这 这女人睡觉前面也不够睡 我事已想的那样 带她去楼上的客房 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去一脚趋 两个人 来 别弄我 师总 老夫人约了你 明天和叶小姐商量离婚的事 您今晚 最好不要太过折腾 免得 明天起不来闯 笨蛋 连她自己家地址都说不清我才给她打合了 今晚 我不可能多看她一眼 师总 顾小姐一直在叫你名字 你要不上去看看吧 来死 女人就是麻烦 恋爱中的男人 就是嘴硬 宋佑泽 你这个大笨蛋 要不是为了给你冲洗 我的孩子就不会丢 宋佑泽 不要杀了你 你还我孩子 刚才在喊我名字 出去 你扎的你出去 女佣说刚才听到你喊我名字 我才进来呢 你以为我会对你这种罪魁 有有兴趣 出去出去出去 真的 你走之前 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你能不能把然然留给我 现在都流行去父流子 你就满足我好不好 你要孩子找你丈夫 你找我做什么 那个死鬼老公 都见不着面 哪有你 你的然然好啊 看来她的婚姻 也心动虚伤 如果我们都理论了 是不是就可以 我那个妻子 也一直没有见过面 而且 我也在 办离婚手续 你懂 你说狗的 放开 放开 石总这是被 霸王硬上弓了呀 走 咱们别打扰她 二人时间 哎 明天 我就去处理离婚的事情 你好好休息 她真的会离婚吗 算了 谁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 等她真离了再说吧 夫人 叶小姐来了 你好 石老夫人 叶小姐坐 就当自己家一样 没想到 石老夫人这么平靡 竟然 好的老夫人 你叫我静婉就好 什么静婉 小姐的妻子 不是叫叶金婉吗 你改名字了 是的 之前的名字 进娱乐圈 做演员后就改掉了 我现在的名字 叫叶静婉 石老夫人 竟然这么关心我 还调上了我本名 原来静婉 最近转行做演员了 不过 我怎么突然觉得 你这鼻子有点快 眼睛有点细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公司最近安排了一场 微调手术 我也是迫不得已 可惜了 还是以前好看 其实今天我招你来 是想和你商量 也是两家解除婚约的事 什么 离婚 很感谢当初叶家 让你嫁过来为小叶充喜 感情的事不能强求 我们石家 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原来孙悟泽就是使人 鲁青兰的眼光老公 就是精神守抚使人 石老夫人 实不相瞒 我当初就是因为仰慕 使业才嫁给他冲喜的 何在老天看眼 使业终于转位为安 这样啊 使老夫人不必为难 使业想要离婚 我不会纠缠 但是现在不都有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吗 我想在这一个月之内再争取一下 毕竟我爱了他整整五年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好好相处过 抱歉 我竟然不知道其中还有这样的事 让朱小叶病重 生死未卜 你愿意嫁过来冲喜 这一个月的时间 石家是肯定会给的 小叶不是说十一点到吗 怎么现在还没来 今天是周日 可能他在休息 太不像话了 备车 去小叶家 好的 不管怎么样 今天先让你们两个年轻人 好好见上一面再说 到点了 我去奶奶那儿 去把孤静兰叫起来 让她吃个饭再走 石总 石老夫人带着您夫人过来了 你先过去 这就是我孙子小叶 这是叶家大小姐 现在改名叫静兰 见过石总 竟然是她 你们认识 你是那天欺负我的坏人 爸爸奶奶快把她赶出去 你 你欺负过然然 之前都是误会 我不是故意将然然推倒的 小朋友 你就原谅姐姐这一次 好不好 你才不是姐姐 你是坏阿姨 都是我不好 是我跟小少爷相处的时间太熟了 没关系 反正以后你也见不到她了 离婚的事可能要缓缓 叶家大小姐仰摸你已久 想和你再相处一个月试试 什么 她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她亲口跟我说她不想离婚 既然她现在都已经这样说了 于情于理 实际都没有理由拒绝 你就再等等吧 我可以给她一个月 但是一个月之后 必须留 走吧 好 先吃饭 先吃饭 吃饭 先吃饭 吃饭的时候再聊 奶奶 这是我找不禄设计师 给您特别定制的祖母绿手链 希望您能喜欢 好看 真好看 我最喜欢的就是不禄家的珠宝了 本来还想让小叶 给你盯套首饰的 十叶 昨天晚上帮我们帮我 他怎么会在这儿 要是被他发现 十叶就是宋佑泽 就糟糕了 顾老师 我们一起吃饭吧 十叶 你怎么回事 怎么又把顾老师带回家了 这也太明目张胆了 顾老师昨天晚上 要来辅导 太晚了 我就让顾老师在客房睡了一晚 不客是我儿子 真的想去教孩子撒谎 原来是小少爷的老师啊 昨晚工作辛苦了 早点回去吧 赶紧滚 别来管 可是我想要跟顾老师一起吃 那就一起吧 来 那就不好意思 打扰大家 赶紧吃饭吧 然然 来 静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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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晚只是男人的老师啊 小爷这五年来啊 身边都没有女人的 听这话 老夫人是想撮合十叶和叶静晚 十叶这婚都还没别闹 就开始找下家了 果然 我就不该相信他 你多试点 这场是在拿我当挡箭牌 小爷 我听说集团最近投资了一部大制作电影 还有多的角色 要不给静晚一个 有啊 听导演说有几个躺吃的跑龙套角色 你有兴趣吗 这 可能不太合适 那你之前不是说要进军珠宝行业吗 要不然请 静晚做代言人吧 也可以促进你们俩的关系 真的吗 我现在就差一个高奢的珠宝代言了 我现在 的确有创立一个珠宝品牌的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 我希望潜到不禄大师的家吗 只是目前 我连他的面都没见着 不禄大师的设计千金难求 更别说见面了 不过顾老师 好像和叶大小姐 都和大师有交情 顾老师送我不禄的孤皮项链 今晚今天也送我 卢家定制的审服 沈老夫人手上这款不禄手镯 可真漂亮 和我送给叶老夫人的 简直一模一样 我似乎听说 这是不禄大师特别设计款 全球好像只有一条 叶老夫人 顾老师 你也认识叶家的 糟糕 说漏嘴了 你叫顾锦兰 叶小姐之前叫叶锦兰 难道说你们俩之间 有什么联系 不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他和我们叶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绝对不能让师爷知道 顾锦兰的真实身份 没错 我是孤儿 之前收到叶老夫人资助 锦兰这个名字 也是叶老夫人给我取的 我跟叶家 不熟 这辈子 我都不会和叶家再争上关系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事 还好你是小 那 所以说我这手镯又怎么回事 你说全球只有一条 难道说是假话 不是的 老夫人 这个手镯是我招补录设计师复刻的 和顾老师送的那条不一样 是吗 那你把你的消费记录 拿出来让我看看 记录 记录我好像删掉了 爸爸 我阿姨撒谎了 你说她的鼻子晚上会不会变长啊 你是在撒谎吗 实不相瞒 其实页家已经负债累累 捉襟见肘了 这个手镯 是奶奶让我送给您的见面礼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个手镯 真是奶奶给你的吗 当然 奶奶 我找到了你之前丢的那块 祖母绿手镯 在哪儿找到的兰兰 奶奶因为丢了你送我的这条手链 已经好几天睡不着觉了 都是奶奶的错 奶奶没有看好它 是老夫人 都是我的错 实在是因为夜市集团最近财务状况太早了 我迫不得已 没有钱可以不送 带你偷你奶奶的东西借花献福 把我实家当什么了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处理家务事了 进来 石先生 还有什么事吗 离婚的时间 再给我一点时间 跟我说这个干嘛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婚都还没离成 就赶紧找夏儿家 找的还是我最讨厌的人 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石先生 我是有老公的人 我就算没有老公 也不会跟你这种渣男在一起 我知道你跟你老公一点感觉都没有 最后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等我处理口 要是还我们猜 你放手 黄金化日之下 你想耍流氓吗 我不过是 来给你送出珠而已 奶奶 所以现在这个叶家大小姐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 您看清了吗 所以 还希望你 准许我离婚 不管怎么说 我已经答应她和你相处一个月 既然她八字忘你 就让她去你那儿 新开的珠宝公司蛋一个月 当个吉祥物 一个月之后就趁早离了吧 这手镯 终于找回来了 真没想到 这个夜静晚 竟然偷自家的东西拿去送 没事的 奶奶 等我这边都安顿好了 我就把您接到我身边来 你这么说 真的要跟宋家那边离了 不打算 见面再接触一下 我跟她没有感情 这个婚 我肯定要离的 看你这么坚定 是不是我们兰兰 外面有喜欢的人了 没有没有 男人都不靠谱 只有自己靠自己 好好好 只要你高兴 不关你做什么 奶奶都支持你 你真的请到了 不禄大使出山 和实施洽谈合作 是 他马上就到公司 这个珠宝公司 你了解怎么样 当然 无论是风格 还是设计理念 这家公司 都与补露十分其合 正好你打算 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 如果能和他们合作 再好不过 最关键的是 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怎么 不敢进了 我有什么不敢进的 那我先走了 我也有事 我先走了 你来公司 收我的 我是代替不禄创始人 收邀来到实事考察的 早知道是你 我就拒绝合作了 看来你和不禄关系 的确不一般 真是冤家陆寨 这叫缘分释然 一会儿 到我办公室 我们相谈 石叶 我都等您好久了 您终于来了 古金兰 你怎么还追到 石总公司来了 您要不要脸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石总 你还是处理好 自己的私人感情 再和我谈工作吧 石总 上次的事 是我不对 这是我特意 给您熬的鸡汤 用来赔礼道歉的 出去 我只是答应 让你做代言人 没说你可以 随便进出我的故事 可是人家 真的熬了好久 石总 要不您尝尝 出去 否则我叫保安了 陶冶拿走 这贱人 真是隐魂不散 我必须阻止 他们二人接触 绝不能让他们知道 彼此是对方的隐魂对象 知道我和石叶 是什么关系 你怎么还好意思 纠缠到公司了 跟我无关 是吗 哪怕 我是石叶 隐魂多年的妻子 你也不在意吗 什么 你就是石叶的妻子 那要不然 石老太太 为什么对我这么宽容 沐金兰 你看清楚了 我才是石叶 明媒正娶的妻子 石叶居然会 娶你这样的人 让我看看 还好我提前准备了一张假结婚证明 如果你们结婚了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互相不认识 你甚至都不知道石叶有你的孩子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和孙又泽便没有见过面吗 你别管我是怎么结婚的 反正 这白纸黑字上写着 我就是唯一的石叶太太 没错 静婉是石叶明正言顺的妻子 而我们 是她的岳父岳母 爸妈 你们怎么来公司了 你是石叶集团的总裁夫人 这公司我们当然想来就来 我们不来 怎么帮你赶走顾金兰呢 就是 我们来见自己的女婿 那是天经地义的 不像你 不知廉耻 知三当三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这个晦气的东西 还不赶紧滚 以后 少出现在石叶面前 麻烦你们搞清楚 是石叶求着跟我合作 少往你脸上贴金了 我请告你 离石叶远点 你要是再缠着她 我就把你做小三的事 给你传到网上去 让你奶奶看看 她最心爱的孙女 是个什么样的贱货 没错 把叶家设立拿到融资之前 休想再见到你奶奶 奶奶是我的底线 你们一而再三而三地挑战我 别怪我对你们无情 叶家好歹养了你二十年 你个白眼狼 还想报复我们不成 你们在做什么 我的好女婿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跟你说 我们叶家最近有几个 非常好的投资项目 保证是一本万利啊 秦兰是石市集团总监 你们刚才 石子对她不及了 怎么会呢 我们都跟她不熟的 刚刚只是在聊天而已 对对对 刚才只是聊天而已 那你们一家人 就好好聊吧 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等等 放开 他们要是欺负你 你可以跟我说 放开 石总 您当着您妻子的面 跟别的女人拉拉扯扯 您真该好好上上 难得客了 我跟叶静婉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我当时娶了她 是破不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五年前我病重 奶奶说只有她嫁给我 可以冲洗 石总 您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要拿着长辈 当挡箭牌 既然你跟她结婚了 你就该好好对待人家 相信我 我可以离婚 离不离的 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看合作的事情 我们大师 也不会和你这种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渣男合作 师爷 您别生气 都是那古今兰 不是好歹 滚 兰人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没有我的允许 复制进入公司 你们要干什么 我可是石总的岳父啊 你居然赶我们走 这传出去 恐怕对石总的声誉不好吧 要不是看在男的面上 你属一队的能贼齐了 我连一天都不想给 给我管 石总 去把叶家人的联系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还有 联系下不禄大师 我已经打听到 不禄大师即将参加 明晚的慈善珠宝拍卖会 您要去吗 去 也许 金兰会跟他一起出席 听说不禄创始人将会出席今晚的慈善晚会 并在现场竞拍他的珍藏设计 怪不得这次晚会聚集了整个江城所有的名门望族 肯定都是奔着不禄大师的作品来的 你一向都不露面 这次怎么亲自来了 这次进拍会 我想以不禄的名义 成立失踪儿童基金会 帮助更多的家人寻找自己的孩子 不好意思 你们不能进去 你这是眼瞎了吗 没见过我手里的邀请函吗 主办方规定 夜市家子的人不能入场 我可以接受主办方的邀请 参加今天的晚宴 但是 夜市何狗 不得入内 明天 夜家被江城豪农处理 尽等此上晚一个新闻就会转 你们就等着补市下跌 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你们食言食总的太太 是你们得罪不起的大人 那个女人 好熟悉 是不是 难道是她 那个面具是特殊定制的 全球仅此一副 如果她真是然然的生物 我必须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是因为你给我上出麻烦 啊 诗业来了 这两个人永远不是泰山 我们拿着邀请函也不让我们亲 这是主办方的意思 既然诗业要求了 上面一定会通融吧 既然是主办方邀请 那就按照规矩办事 诗业 诗业 你先随便玩玩 我去找点乐子 这渣男怎么来了 宴会名单上不是没有她的母子吗 赶紧走 她是在夺我 难道她真是六年前那女 她在找我 难道她知道我是顾静兰 好什么 你还要跑吗 这位先生 你要干什么 这个面具 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 你的身心还差不多 我们 是不是在哪里见我 兄弟 你这搭讪的方式 也太老土了吧 我特意换了妆了 她不可能一眼认出 肯定是见色情 你再好好想一想 六年前 在酒吧 原来是在酒吧里认识的 果然是个处处留情的渣男 不好意思啊 你认错人了 如果是认错人的话 那你刚才躲什么 躲苍蝇 怎么 这苍蝇招人烦 竞拍即将开始 请各位嘉宾入座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派品 露天才设计师 蓝星女士的传世之作 这个女人 竟然就是 不如设计师蓝星 没想到大师 竟然是一个 如此曼妙的女子 我承诺 本次珠宝全部售卖所得 用于成立失踪儿童基金会 帮助家庭寻回走散的孩子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下面 竞拍开始 一个亿 一个亿 这诈人出手都是大方 不愧是江南首富 出手就是一个亿啊 一亿一次 一亿两次 还有没有 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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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出嫁的一亿 已经没有人敢跟您竞拍了 您为什么又要加价到十亿 因为 我不光要买下这个珠宝 我还要买下它的版权 听说十世集团 一直打算进军珠宝金 一直在寻求不禄的加盟 请问蓝星大师 是否愿意以十亿的价格 出售此款珠宝的设计版权 除此之外 十世集团还将投入人力和财力 升级寻人系统 为基金会提供技术支持 好 那我答应和你合作 但我必须把控 Blue珠宝最终的设计 和成品的质量 免得你砸了我的招牌 没问题 那 成交 蓝星女士 蓝星女士 还有一些商业上的细节 想和你想谈 不知道您是否有空 赏脸一起吃个饭 前脚把我认成酒吧的旧香食 后脚就以工作为借口 邀请不禄设计师吃了饭 真是霸竹蹄子 工作的事情 就交给助理来对接吧 师范 抱歉没空 等等 你是真的没空 还是你有什么事情 不敢面对 这双眼睛 我一定在那儿见过 你干嘛 你 师总 怎么了 为什么 那个女人的声音 为什么会有点像顾金兰 师总 您最近真的需要休息了 不禄大师怎么可能是顾金兰 又是六年前那个女人 是我小伯 如果顾金兰是然然的生物 绝不可能不认她 这副面具全球仅此一副 就算不禄大师不是六年前那个女人 也一定知道她的消息 去查一下她们之间的关系 好 还有 今天拍下的这副珠宝 就送给顾金兰吗 师总 您这是 反正都已经要下了彻底版权 还要成品做什么 倒不如随便处理了 我去 十个亿的珠宝 怎么不随便处理给我 顾小姐 这是师爷送给您的礼物 她已经在尽快处理离婚的事情了 希望您能消消气 不用了 你退回给她吧 这要是退回去 我这小命可就不保了 您还是收着吧 算了 真是麻烦 我明天亲自给她 顾老师你来了 然然好想你啊 然然 老师不在的时候 然然有没有偷懒呀 没有啊 你看 这个是跟老师一起放风筝的 这个是一起去水族馆 还有去动物园的 然然画得真好 然然希望顾老师 还有我和爸爸 一直在一起 得希望我 真的是我的孩子 金兰 你来了 你这份礼物太贵重了 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你知道我的夜景晚没有兴趣 除了你 还能给谁 那你就送给 你酒吧 酒店里的那些妹妹 他们肯定会喜欢 你说什么 我哪儿的妹妹 不知道是谁 看见美女 就上前搭讪 谁搭讪了 你把话说清楚 我说 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 我们再也不要见了 顾老师 你以后再也不会见 然然了吗 然然 你怎么哭了 顾老师 你答应过我 会一直跟我 还有爸爸 一直在一起 然然 你要明白 你和爸爸 你们是一个家庭 老师以后不方便打扰你们 那我不要爸爸了 我要跟顾老师一个家 世青人 你跟顾老师一个家 那我呢 你已经是一个 成熟的大人了 你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 顾婧兰 你看然然 把你看的比我还重要 你以后舍得不见她吗 顾老师不要做好不好 然然最喜欢你了 好 那老师答应然然 每周都来看一次然然 好不好 两次 然然居然还学会讨价还价了 好 老师答应你 两次就两次 不愧是我儿子 以后你不在的时候 让你的助理转告我一声 什么 我答应见然然 但不代表 我愿意见你 我会趁你不在的时候过来 顾进来 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 是 因为你结婚了 还在外面到处战化惹草 我得和你这种渣男保持距离 我没有战化惹草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嘿 打住 我现在可是有老公的人 你要再敢这样 我让我老公揍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你老公之间 根本就没有感情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 说不定 我俩一排即合 两情相悦 三年爆俩 那你的意思是 你不打算离婚了 不离了 还是原配相 我也祝你和你的妻子 百年好合 你 快进来 怎么突然下雨了 我送你啊 不用 我怕我老公会失措 下这么大的雨 你老公也不知道来接你 看了有没有躲在我 我老公是个工作狂 平时没空 你都没联系他 怎么知道他没空 看不愧是 没他号码吧 自从上次 孙悦泽说草里灵魂和共同 救人间正发了 也不知道最近你在干什么 怎么可能没有号码 我这就给他打过去 顺便问我 别会给你 我倒要看来 那个多男人到底敢不敢过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打不通 您稍后再播 怎么不接 该不会是被拉黑了 开玩笑 我老公怎么可能拉黑我 我还真有可能 不知道哪里惹了他 要不拿我的号码试一下 试试也行 总不能这么断理一下去 号码 18310 这电话开头 怎么跟我的私人号码一样 这电话开头 怎么跟我的私人号码一样 和那可男人专和 真是灰气 算了 我自己说 不能让实验知道 最后责的号码 省得他搞出什么麻烦 您好 您播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我老公可能最近下班忙工作 果然是个男人 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妻子 我送你吧 除非啊 你是想借着雨婷 我都待一会 咋没有 雨婷了 那我就先回家了 都送到这了 也不插着两部路 你看我这么近 我来 我到家了 那我就先回家了 拜拜了你 我是魔鬼吗 跑什么跑 跑吃了你 师爷 寻人系统上级后 我们找到了六年前的视频 月光酒吧 这轮廓 身形 蓝星女士 果然就是六年前那个女人 蓝星女士您好 我们帮你找到了五年前 江城医院的所有监控 请发给我 谢谢 石总说 他会在见面的时候 亲手交给你 一边放着妻子不管 一边聊过我 还一边用录像 威蓝星 跟他来酒吧见面 这个事业 简直是时间管理大事啊 东西呢 其实什么 你叫我来 到底什么目的 我想知道五年前蓝星女士 前往国外 隐形埋名 如今却高调回国 成立失踪儿童基金会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调查我 石总 我们素不相识 你却对我抛根究底 您是不是太过于冒昧 既然寻求合作 知己知彼才能更好提高 寻人的效率 难道不是吗 如果她的目标是冉冉 绝不可能让她得逞 虽然她说的没错 但我也不能对她全盘多出 谁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把东西给我 我就告诉你 说吧 我这次回国 是为了寻找一个孩子 果然是冲着燃燃来的 五年前 我 我的一个朋友 被迫和她的孩子分散 她委托我 帮忙寻找孩子 朋友 被迫分散 没错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孩子一直是她的心结 所以我才会成立寻人基金会 就算当年是另一期 也不是她扔掉燃燃 就是这么久的理由 那你的这位朋友 在找到孩子之后 想做什么 石总是不是关心的太过头了 难道 这五年前的事情 与石总也有关系 怎么可能 我可不认识你那个什么朋友 在为缠明对方底细之情 还不能写暴露自己的身份 监控已经发给你了 至于能不能找到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既然借了石总的风 那我相信肯定会马上有结果的 去查一下 男性女士的朋友 到底是另有欺人 还是就是她自己 如果 燃燃的生母真的找上门来 石总打算怎么办 给她一笔钱 让她走人 六年前本就是一场错误 放弃 我已经喜欢上了顾静兰 燃燃的母亲 只能是她 孩子的事情 有线索吗 根据石市提供的监控 我找到了这段影像 果然 果然是叶家人送走了孩子 我的孩子还活着 我现在就回叶家 我要让他们给我一个交代 说 当年你们把我的孩子交给谁了 他竟然找到了这段录像 没错 你的孩子就是被我们卖了 怎么定 什么 你们当初为了让我代替他 嫁给送家冲洗 把我的孩子给卖了 卖家是谁 把交易记录给我 一个人贩子 哪来什么交易记录 你要找 就去大山里找 你的儿子呀 现在说不定正在猪圈里 跟猪抢食呢 行了 这孩子的事 咱们确实有错 这样吧 我们就补偿你 一千 传出去呢 也别说我们亏待了你 我的孩子 在你们心里支支一千 你说呢 要不是你这个白眼狼 迟迟不去找宋家要钱 我们也是地团 能面临破产 能跟你一千 那是对你不薄了 没错 孩子们 没了你再生一个吧 反正你又不知道他爸爸是谁 你有这个 不如早点爬上宋玉泽的床 你们就是一群畜生 不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 我早就让你们下地狱了 好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们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 这 这个不孝女 妈 当年 真的没有什么交易记录吗 有是有 那有什么用 要是顺唐摸瓜 找出来孩子爸爸是谁 制造点麻烦出来 师爷绝对不会再多看 顾亲来一眼 是啊 师爷这么大的人物 绝对不允许这个女人 跟其他男人 纠缠不清 我这会儿就给你找记录啊 我今了 想和我讲师爷 你做梦 蓝星最近开始调查监控了 万一他发现 录像里交易的人 是我们的人 师爷 您的身份 可就保住了 能查到是他的本事 敌民我爱 我们要做的 就是守住待徒 当年抱走他孩子的人 竟然是师爷的人 难道说 那野种的手种 有一颗和顾金兰一样的红尺 不 不可能 五年前他就阴差阳错 嫁给了师爷 又怎么可能在六年前 关上师爷的孩子 凭什么所有的好事 都让他战了 凭什么 师总 第一批珠宝 即将进入市场 进行售卖 对了 今晚蓝星女士 突然立临公司 蓝星女士 她对产品有意见吗 没 但是她对珠宝的宣传 倒有一些特殊要求 哇 好漂亮啊 不愧是出自 不录大师之手 不 不愧是我们总裁夫人 戴什么都好看 对呀对呀 总裁夫人 就是我们时事集团 最好的时尚代言人 等时事珠宝 正式投入市场 我就会跟着生咖 这娱乐圈 我也总算少了 我不喜欢这个代言人 把他给我换了 你是谁 你算个什么东西 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就是 这个是我们尊贵的 总裁夫人 换她 你开什么玩笑 要是不换的话 那我就要考虑 收回本次珠宝 设计的版权了 还收回版权 你真以为自己是大名鼎鼎的不露射击大师蓝星吗 真不要脸 哪里来的山街 也敢在凤凰面前撒影 得罪了总裁夫人 你就准备受死了 要是你现在跪下来 舔我的鞋 或许 或许我还能大发慈悲 不追究你 要是我说我不呢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去 给她点教训瞧瞧 叫你嘴唱 在做什么 师总 是她一直在欺负咱们公司的员工 对 她一上来就侮辱我们总裁夫人 还出手打我 我就侮辱你 我就打你 你们有意见吗 蓝星女士 我相信你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公司 一定不是为了闹事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什么 她竟然是真的蓝星大师 没错 我来实施 另有目的 那就是将这个 花枝招展的野鸡代言 给我换了 蓝星大师 刚才是我不对 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我给您道歉 那你就跪下来 还得给我铁鞋 我就能原谅你了 蓝星什么时候跟叶静雯有这么大过分 那么真是你了 她找到了我头上 蓝星女士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了 师总觉得过分就对了 因为刚才贵夫人 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什么 谁给你们的胆子 居然敢这样对待不落大师 我刚才不知道她是蓝星大师 我不是故意的 难道普通人就可以随意让你欺负了吗 如果贵公司要找这种脾行不端的人 代言我们授权的珠宝 那说我只能收回合作了 现在取消她的代言人资格 立刻 不 师爷 你答应让我代言珠宝的 夜市集团还等着这笔钱救命呢 我是你的妻子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之前答应给你的代言 是我奶奶看你可怜才给你的 不是让你用来仗势欺人的 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 准备离婚吧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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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夜家自找 这还只是个开始 蓝星女士 刚才都有得罪了 关于这次产品的最终呈现 请问你还满意吗 产品的最终呈现我很满意 不过能看上夜静晚这样的雍之俗粉 看来 石总的眼光需要进修一下 你怎么感觉 她对人的样子有点像顾金兰 顾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谁特意来看然然的吗 顾老师 你怎么戴着面具啊 是在跟爸爸融游戏吗 然然 你认错了 她不是顾老师 她的味道跟顾老师的一样 爸爸不信你回忆我 小朋友 我虽然不是你口中的顾老师 但是我很喜欢你 我这里有一条吊坠 寓意着平安顺遂 我送给你单礼物好不好 不路大师的设计千金难求 第一次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不合适吧 除非 她查出了人就是她 我家除了珠宝也没什么 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拿着吧 那就谢谢姐姐了 对了 那最近基金会有什么进展吗 多谢石总的帮助已经有眉目了 我相信我很快就能找到我朋友的孩子 顾老师 你怎么不告诉爸爸 你的真实身份 原来顾老师真瞒不住然然眼 那当然 我和顾老师之间 有心灵感应的 其实老师啊 是一个假面超人 最近在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所以才需要隐瞒身份 那然然 可不可以帮老师保守这个秘密啊 哇 太好了 然然愿意帮你保守秘密 那我们拉钩吧 拉钩 上吊 一百年 不许变 好 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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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在协助超人守护世界 你快协助一下你老爸 怎么哄一下顾老师吧 你顾老师已经好几天没理我了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悖 我这个当儿子的也没有办法呀 你老爸在你心里有这么差吗 下周啊 就是你的生日 你看 你老爸一定把顾老师约出来 给你气争 真的吗 我做梦都没想到 顾老师会陪我一起过生日 原来下周五十然人生日 等等 那就是六月十三号 和我生产的日子是同一天 同样的红质 同样的芒果过敏 外加同年同月同日生 难道石兴然真的是我的孩子 到时候的代言都能让你弄丢了 我没有你这种废物女儿 爸 妈 我不是故意的 别叫我妈 这乡下养出来的野孩子 尚不得台面 我就后悔 当初就不该把你换婚的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明天就去清室所 让她不要离婚 对 你现在啊 就是咬紧不要离婚 只要这个婚姻关系还存在 我们就还是石氏集团的亲家 叶家 就还有救 这一次 别再让我们失望 虽然录像上的那个人 不是石叶 但阮阮和我之间 存在太多相似 让我不得不怀疑 医生 我是来做亲子鉴定的 只要鉴定结果出来 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进来吧 古金兰 他来做亲子鉴定了 鉴定你后天过来拿就可以了 好的 麻烦了 古金兰 是姓燃 要是他们母子相认 我和石叶之间就彻底完了 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爸爸说顾老师会带我一起去游乐园 是真的吗 放心吧 然然 老师会答应带你去的 而且老师给你准备了礼物哦 好耶 然然已经不不及待了 白姑女士 这是你的亲子鉴定报告 你看一下 然然不是我的孩子 原来这一切都是我的妄想 我知道你的孩子在哪 叶青雾 你确定 我妈亲口告诉我的 当初 她把你的小孩 通过人贩子 迈进了山里 她的手肘上 还有跟你一模一样的红尺 我的孩子在哪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一百万 明天 我带你进山找她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你别无选择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这辈子都别想跟她相认 后天 这是然然的生日 然然对不起 只要下次再带你去游乐园 好 我答应你 明天跟你进山 如果让我知道你在骗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我手机怎么没信号了 老板 到了 这是哪儿 我的孩子呢 他们说的 是你的死期到了 爸爸 我突然不想去游乐园了 怎么了 我敢硬的 顾老师有危险 顾金兰 你不是很聪明吗 现在怎么落到我的手里 是让我在客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把你的眼睛戳瞎 然后把你卖给那些 娶不到老婆的人 让你像母猪一样 给他们生孩子 这样 你永远无法和史兴然相认 也就不会阻碍我和史严了 你就这么恨我吗 要不是你顶替了我在叶家的身份 我又怎么会在外面流落了二十年 都是你抢走了属于我的生活 现在还竟然往下抢走属于我的血液 你确定没有我 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吗 你什么意思 凑击你了 我告诉你 放开我 放开我 竟然敢偷袭我 简直中死 我看你还能怎么反抗 你 你给我出事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让你四肢无力而已 剩下的 还要看他呢 反正都是要卖给别人的 不如让爷两个 先爽快爽快 你多享受吧 住手 想死的话赶紧给我滚开 早知道这是实验的女人 给我多少个打我都不敢接 就是 快跑 要是被吸住你 就麻烦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你们怎么过来了 我感觉到顾老师有危险 就急忙告诉爸爸 要举监控 找顾老师 你个坏女人 别想跑 叶静王 你三番五次的针对顾静兰 这一次 我绝不轻着 说吧 想怎么死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师爷 请你饶我一命 说 你错哪了 好好说 不然静王 把你丢到山上喂狼去 我不应该一直 震盾 几度不进来 更不应该想要绑架他 把他卖进山里 这赔钱货才往上下说些什么 世风日下 堂堂夜市大小 得竟然公开犯罪 真是道德败坏 辱莫闻美 夜市集团股份大崩盘 市值蒸发三十亿 夜市人 要去和西北风了 哎呀 完了 夜家这次彻底烦了 多谢你的招供 我已经把他放在网上了 而且 我已经让人收购了夜市散骨 加上奶奶给我的那份 你们夜市 马上就要信雇了 你说什么 需不需要 把他送到局里去 不用 让他回家 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地狱 你赔钱货 夜市监让夜市倾家荡产 我脑子今天不打死你 我 爸 爸 求你们别打我 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 你还好意思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把你找回来 你个蠢鬼 你这辈子就应该在乡下 使一辈子的鸡尸 真是一出好戏啊 哭起来 你爸我 那夜家还成这样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 不回来 怎么看你们笑了 不回来 怎么把你们三个吸血鬼赶出去 让你们三 有什么资格赶我们出去 你个不孝女 烦了你了 这栋宅子现在已经抵押给夜市集团 而顾小姐是夜市集团最大的持库人 所以你们三个 赶紧收拾东西 给我挂出去 什么 你居然抢走了夜市 现在还来抢我们房产 我们好歹养了你二十年 你可不能这样忘恩负义吧 就算你抢走一切 你也得给我们尽孝 还得给我们养老 不然你就是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你们两个说的呢 也有点道理 但只不过 这个夜静晚 跟我非亲非故 要不这样 你们把他赶出去 我就可以保证你们二老 晚年风光 怎么样 什么 妈 妈 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你不能跑接我 你接二连三地给我捅楼子 还好意思说是我女儿 我没有你这种废物女儿 赶紧把决断数不欠了 你们当初 接我回来的时候 如果要给我一辈子 幸福的 妈 妈 我救救你了 别抱歉 又蓝又蠢 除了有血缘关系 你比金兰差远了 金兰 妈当初是执迷不悟 现在我想清楚了 你才是我最好的女儿 对对对 你才是我们叶家 真正的唯一的大小姐 对对对 为什么不进来 你已经幸福了二十多年了 为什么就是不肯翻我一点 你还不明白吗 在他们两个眼里 没有亲戚 只有利益 你却一直把我当家乡弟 以为得到了父爱母爱 就有天大的好处 不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幸亏我赶了几事 你过来干什么 离婚 抱歉 和你结婚的并不是身边的这位女士 所以我们不能为你办理离婚 看来你还不知道啊 五年前跟你结婚的人并不是我 不是你 那是谁 石先生 这才是当年和你结婚的女士 吴金兰 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吴金兰以前姓叶 是叶家的贾千金 爸妈把她当成我的替代品 逼她嫁给宋家冲息 18310 这电话开头 怎么跟我的私人号码一样 原来和我结婚的人 是孤金兰 被逼嫁之后 吴金兰就得了抑郁症 被送去国外治疗了五年 受尽折磨 要是让她知道 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你 你猜她会怎么样 吴金兰 牙子必报 石业你不如考虑考虑我 男人 把她给我送到精神课 带下去 我们已经跟叶静婉 断绝关系了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女儿 没错 我们一定会好好对你们的 奶奶 您听到了吗 别忘了 这之前 你们是怎么对待金兰呢 就算金兰这孩子不计较 我这个老太太 也不会原谅你们的 奶奶 那您想怎么处置他们两个 我都听您的 既然你们现在 没钱没房 还一大堆欠债 那你们就 搬回老家放牛吧 好 那我去听奶奶的 听到了吗 把他们两个 给我送到乡下去 不准再回来 妈 你不能这样对我 妈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我刚送房间里面 找到了这个 叶静瓦调放了报告 我就是然然的生母 而石叶就是我六年前 遇到的那个男人 我们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怪不得石叶找我大善 看来是我误会她了 石叶要是知道 我是然然的生母 她会把然然还给我吗 不行 我得找个机会 试探一下她 我是然然的母亲 五年前 你派人在医院 把孩子接走 现在是时候还给我了 兰西 怎么在这个时候 找生门了 之前是你一生母坑 就消失了五年 现在一回来要孩子 我凭什么给你 我是迫不得已的 失去国外治病 这五年 我是靠着对孩子的孽香 才成过抑郁症的治疗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 希望你能理解 抑郁症 国外 她是 兰兰 不知道兰星女士 有没有考虑过 跟我一起抚养孩子 之前就觉得 还有脸像兰兰 再加上共同的治病经历 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古今兰 肯定就是兰星 这才认识多久 就要和人家一起生活 时业果然还是 那个见色起义的渣男 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对于石总这种 感情过于丰富的男人 不感兴趣 我很专一的 抱歉 我知道这么多年 让你受我去了 兰兰 石总 你平时也这么喜欢随便摸女孩子的手吗 你知道我会教坏小孩子的 不是 我这样做都是因为你 你就是不进来 原来你早就认出我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还有 我真的不是渣男 你是不是渣男 还有待考证 而且 我还没有离婚呢 我那个死鬼老公 最近又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可能 在忙吧 对了 你对你那个老公 印象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当初被迫嫁给他 费了我半条命 这结婚了五年 连个人影都没有见 居然还把我拉黑了 他就是渣男中的战斗机 看来 的确不能现在告诉他 我就是宋渣 兴许他有别的事情吗 你们渣男还是信信相惜啊 既然你知道我身份了 我就不藏了 我肯定要和然安生活在一起 等到时机成熟了 让然安自己选择 爸爸说 顾老师编成了我的妈妈 是真的吗 对 我以后就是小心人的妈妈 太好了 我有权睡觉最好的妈妈了 所以今晚 爸爸妈妈可以陪我一起睡觉吗 好 爸爸妈妈 然然要睡觉了 你们也要乖乖睡觉 今晚特殊情况 仅此一次 借用你的话说 我们又不是没事 你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什么鬼 一点小心眼 算是补偿我这几年 孙悠泽抽风了 这是什么新型诈骗 既然还活着 就赶紧跟我离婚 别想把我拉去缅甸 睡觉 还真是秦父子 连睡觉的心血都不一样 这是什么 神然和金兰呢 我结婚阵呢 刘下 忘了 金兰发现我是作伙子了 金兰 闪闪 赶紧 等我 忘了 靳寅发现我是作为自己了 赶紧 赶紧 咱们 你 赶紧 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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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然 然然 那个人好像爸爸 季兰 我还以为 你把然然抱走了 在我发现 你是孙佑泽 我那个死鬼老公的时候 我就这么想他 居然敢瞒我这么久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所以想要补偿你一下 小小惩罚 你要是下次再敢有事瞒我 就没这么轻松了 那你是答应 不离婚了 这不是离婚冷静期吗 我得慢慢考虑 你随便考虑 这一次 我不会放开你的手 我会放开你的手 不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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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